今集真是吹吹水 今晚有朋友帶了幾件東西來修理 有趣的是一條電王腰帶一把劍的繩劍 那兩件反而很容易弄 年輕人就是這樣抵贊 開了螺絲之後 因為有很多細件 年輕人好玩 認住怎樣拆開怎樣裝 那兩件呢 年輕人好玩 認住小的零件 只要是接線問題 我只要拉雞 拉一條線 搞定 當場兩件就回生了 好玩是什麼呢 今晚有另外帶了一條 CSM 一條DX版的DK 這條是DX版的 CSM我已經弄好 我只要拿回去玩 在Facebook發了鋪 拍照 主要介紹一下怎樣 這個是DX版 這裏看起來很空洞 這裏開多一個洞 有條線飛進來 就是BGM 在底板上輸入多一些聲效 就是BGM聲 和新卡的聲效 所以裏面這些結構和零件 是一模一樣 所以能夠借去一些東西 來修理這條CSM 至於這個面殼 我個人比較喜歡DX版 這裏是俗稱拋光面 很滑的 它那層相有的 你喜不喜歡 見人見紙 我覺得如果把這個圈 上層更漂亮的金屬色 我見過有朋友 在Youtube有另一位 砌模型朋友 它出的金屬色有多漂亮的 有些是亮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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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亮的 鏡面的 如果用那隻 我想它比較好 說真的 砌模型上層 我不熟悉的 那些 哪位年輕人 有試試的 上去 然後這些位 就用一張 鏡面貼紙 或者雷射貼 貼了 產生的反光效果 應該會更漂亮 說回字體 它壞什麼呢 就是這邊 插卡這邊 這裡插卡 這裡有個 先放開 有一個按鈕 在這裡動的 把卡頂到 先放上來 先放上去 有卡進去 然後讀卡 就是這顆東西 在這裡 這裡 這裡有一個 SWITCH 一條新出品 即是叫做出廠 又不是很長時間的 CX-M 為什麼一顆 會整顆 爆開了呢 或者不語致評 幸好 跟DX是相同零件的 所以就把DX那顆 反而DX這麼多年 就沒有爆 不知道為什麼 就這樣插了出來 換過來 就把CX-M 翻生了 剩下這顆 怎樣呢 就暫時放一條絲 在這裡 因為也不想 朋友仔 太晚回家 早點離開 讓我過兩天 有空 就可以在 絲體堆 找不找到 零件 因為如果直接 要配合Exactly 的按鈕 可能都很順盡 很難配一下 如果哪個地方可以 香港哪個地方可以 可以配到這些 開關 零件 就通知我 有時候配零件 挺慘的 我可能要找其他 屍體 找些差不多型的零件 借過來 改改 收回這裡 就多一件玩 後面這個也是 之前的人放下 這個也是朋友 放下的 幸好現在手上 有一個是 屍體的電話 這兩個也是 有少許問題 這兩個也是 學過在純博士的招 有兩個病人 開刀 做手術 起碼有條絲 做器官移植 都會安心些 看看能夠多少 可以多少 當然 不要做一定的 因為真的要做好 要出去做 做好看板 配好零件 要花時間 零件費 可能比你買新的 記住 現在最低工資 一小時36元 如果出去 電工 一工是收你350 不知道有沒有加價 所以之前 用電工 用電工 這樣用就350元 所以 不是說出去收你不行 成本太重 如果只是一些輕頸 刊線 只要你們 為哪些朋友 會用辣雞 很簡單 扭螺絲 扭一扭 扭一扭 就完成了 啊 當然 最好你們現在年輕人 一定 適切模型 適噴油 適扭螺絲 就算不刊線 不刊線 不刊線 要學 反正現在這麼多寶品 就自己改改 今天就這樣 希望大家玩得更好 如果你有一定功力 可以 開出來改改 我經常過的 隨便改一下 靚仔 自己開心 玩得過癮 便宜食 吃好西 拜拜